大家好,每天与大家相遇是我最大的快乐,我是爱兰说威子,今天咱们继续来了解剑兰,上次咱了解了剑兰的均衡,本期咱来了解一下剑兰色花里的莫宝,近些年来大家们对色花的追捧一直比较高涨,色花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当然今天的主角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星,剑兰莫宝是剑兰品种中极具中国韵味的兰花之一, 它的叶片纤细,叶片成翠绿色,花朵为紫红色,它的花朵形状很大,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剑兰莫宝价格较高,但也容易养护,保证它有疏松肥沃的土壤及适宜的光照,水分,温度即可 说到剑兰莫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是莫兰,其实莫宝是千真万确的剑兰,它的叶片葱翠莫绿,叶面不平,经常有波浪纹,叶姿非常典雅优美,有着飘逸婀娜的美感,单单赏叶,剑兰就已经别具神韵美不胜收了 要说开花,莫宝的花更为美丽奇特,它的花亭出价,显得磊落大气,再者花瓣也比较大,花金一般可以达到五厘米以上,而且是一件多花,要说花色是难得的红色,甚至会红得发紫,并且花色稳定,看起来夺目,漂亮而不缺乏稳重 一些朋友会问,剑兰莫宝这么美丽,肯定比较娇贵吧,其实真是情况和我们的猜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剑兰莫宝不但开花美丽,而且还非常琴花琴芽,具备剑兰的普遍优点 养护得当的话,剑兰莫宝一年甚至可以开花三次以上,也就是说前花刚拜,后面的花芽紧接而来,没有娇气,没有做作,当属让人喜爱的琴花品种 看到紫燕的花亭慢慢伸长,看到紫红的花蕾点缀在花亭之上,而且接连开花不断,是件最美的事情莫过于如此吧 剑兰莫宝,是典型的四川妹子,俗话说四川宝地出奇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四川妹子不但好看,而且非常容易养护,莫宝于2005年左右四川下山的剑兰色花,中垂叶,叶面不平,长起波浪纹 草型健壮,叶姿飘逸优美,花大出价,花色红的发紫,花色稳定,长开三笔七朵 此花从背面后似飞舞的蜻蜓,色紫红尽黑,故圆名蜻蜓,家之彩艳丽且稳定 舌斑一个是条纹,在色花中,花如其名,浓墨倾洒,雅韵流香,四亿福墨宝 这一特性目前在所有四季蓝色花中尚无出其用,令叶姿优美,无花期赏叶也别有一番雅韵,实是四季蓝色花精品中的精品 下面简单说说莫宝兰花的养护方法 要想养好剑蓝末宝,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质料,它的根系稍微比较发达 栽培时可以选择兰花时,腐熟的碎松树皮当作质料 花盆最好使用比较大方美丽的高角蓝盆,更能衬托它的潇洒 养护剑蓝末宝,和普通的剑蓝养护一样 夏季中午遮蔽强光就行,其他时间可以恰当渐渐柔和光照 合适的光照可以让叶片更加葱脆 花芽分化更加顺利 剑蓝末宝和普通剑蓝一样,浇水不宜过多 一般每周浇水一次就行,植料疏松也可恰当增加 但总体原则是维持土壤微干,否则容易烂根 要想末宝开花不断,春季古雨后就要使用一些腐熟的有机肥 也可混合一些缓式型复合肥 因为末宝比较早花,甚至在端午就可以看花了 以后可半月使用一些缓式型复合肥 满足它不断花芽分化的需求 到了夏季炎热时,施肥要感到凉爽的傍晚 并且浓度要小,最好次日焦刺回魂水油 养护健兰莫薄 注意选择通风透气的环境 比如生长季节可以放在树荫之下就行 地面上可以洒水增大空气湿度 会让植株生长更好 花芽叶芽长得更好 夏季必须先降温后喷水 以免闷热出现不是健兰莫宝 和普通的健兰一样 也会感染戒壳虫等虫害 也会发生一些病害 我们要学会灵活防治 莫宝现在的价格并不便宜 当然这也体现出它的价值 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新兰友去采购莫宝来养殖 当然了土豪除外 在养殖过程中 浇水不是一个定量问题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浇水 也就是说 浇水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和时间 养蓝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要操之过急 不要一上手就去买名贵品种 可以先养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点的蓝种 这样可以先让自己慢慢了解蓝性 增长自己的养蓝经验 慢慢地再入手一些好的品种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兰花并不是价格越高越好 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不要人云亦云价格高的可能是被人为炒作 所以养自己喜欢的蓝让别人去说吧 养蓝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快乐 而不是为了去取悦别人或炒作 所以在养蓝的道路当中 不必去追风 也不用去刻意去追求贵的蓝种 好了 今天剑蓝莫宝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养蓝房片指南 上次我们说到了真花假草 不知道大家了解没有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病草 病草 这个好理解 用带病毒的草卖给蓝友 因为蓝草带病的初期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新分猪的蓝草 把病草分下 然后卖出 虽然病草已经分下 但其他的草也是有病毒的 买回来也是养不活的 所以在购买蓝草的时候 要和商家提前沟通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支持我 如果视频中有错误 请在评论区里指正 关注我 我会持续更新关于养蓝的视频 大家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转发并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